山上小學開課囉! PocaPoca村線上兒童繪畫課程 只剩最後幾個名額 快來和村長一起畫畫和說故事吧! 詳細連結請見本集簡介 10月17到11月14 準時上課喔! HELLO 大家好 歡迎來到PocaPoca故事村 我是村長Poca 在這個節目裡 我將跟大家分享村莊居民們發生的小故事 如果你喜歡我們的故事 歡迎訂閱我們的Podcast節目 Poca村長的故事時間 以及YouTube頻道PocaPoca故事村 也請替我們分享節目 給身旁的家人與朋友 讓更多人認識我們喔! 最近疫情也慢慢緩解了 再加上這幾天 剛好是台灣的國慶連假 不知道大家有沒有計畫 要去哪裡玩呢? 今天山上小學的小朋友們 安排了去海邊旅遊喔! 不過這個海邊不是普通的海邊喔! 是怎麼樣特別的地方呢? 一起來聽聽看就知道了! 歡迎來到小河童日記 今天的日記是 9月19日 橘子色的天空 啊! 能出來透透氣真好啊! 雖然跟之前相比 現在每天都能出門走走 也會去學校上課 但我們已經好久好久 沒有離開PocaPoca村的山上了 今天 班上的同學迪奇 就是大家知道的那位爆炸頭迪奇 邀請我們 一起去PocaPoca村 港口區的海邊玩 來到PocaPoca村那麼久 我還沒有機會去海邊玩呢 所以有點期待 不知道跟我以前住的南方小島的海邊相比 有沒有什麼不一樣的地方呢? 迪奇一邊整理他的爆炸頭 一邊和我們說 今天要去的海邊 跟大家以前去的任何一個海邊都不一樣喔 這是村莊新開幕的 食物王國度假區 是因為我的爸爸有門票 大家才能夠一起去喔 看來迪奇又在炫耀了 不過他的確能夠炫耀啦 因為我們現在正坐在他們家的私人飛機上 前往食物王國度假區 說到食物王國 不知道在大家的小巷裡面 會是一個什麼樣的地方呢? 是到處會有好吃的餐廳嗎? 能夠來一趟美食之旅 從早上吃到晚上 或是 這裡有充沛的食物 看到的所有東西 都是用食物裝飾而成的 想不到 想不到 一下飛機 哇 真的和我想像中的有一點像耶 不不不不 這是個比我想像中 還要酷的地方 這裡 的確有許多好吃的餐廳 與其說 街道上 到處都用食物裝飾著 倒不如說 這裡的所有東西 都是用食物製成的 像是 房子 是用布丁蓋的 高架橋 也是用餅乾做成的 而這裡 最有名的是 它的食物車 不要以為 食物車 值得是賣食物的車子哦 所謂的食物車 是食物座的車子 有鹹的食物 做成的熱狗寶車 濃湯巷車 披薩車 漢堡小雞車 掛包車 也有 甜的食物做成的 爆米花車 甜派車 以及健康的蔬菜水果 做的 番茄車 蔥車 不知道 你最喜歡哪一種車呢 啊 如果你覺得 很難想像的話 趕快打開 這一集簡介中的連結 有食物王國的照片哦 如果你再仔細看看的話 你剛好可以看到 我們正在混著巧克力的 餅乾碎屑海灘玩耍 比較特別的是 迪奇和波奇 在蘑菇羊傘底下休息 街溪 則是在海上 坐著香蕉船 大家應該都覺得 這裡 真的是一個很特別的地方吧 而我最期待的是 傍晚時 夕陽會將天空 染成橘子汁的顏色 我猜想 如果剛好下雨 應該 還能喝到免費的橘子汁吧 所以 我一直待到傍晚 都捨不得離開 大家覺得 我能夠等到天空下起 橘子汁雨嗎 聽完今天的故事 大家是不是都有一點肚子餓呢 村長改天 也好想去食物王國參觀 如果你想看看食物王國的樣子 歡迎點選本集中的連結哦 村長也設計了食物王國的著色圖 讓大家能夠在這個廉價 能夠下載下來玩哦 好啦 今天的故事就到這裡了 最後 如果你喜歡小河童 歡迎大家到各大網路書店購買 小河童成長系列繪本 一共三册 也非常歡迎大家 用一杯咖啡的錢 支持村莊發展 讓村長能夠將更多村民的生活 帶給大家 贊助連結 請見本集簡介 那麼 剖卡成長的故事時間 我們下周再見囉